而公开监狱囚犯的族群比例对我国社会没有好处 内政监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 这么做还可能加剧族群偏见问题 因此政府在公布种族相关数据时 必须评估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 尚穆根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指出 政府不时会公布一些以种族为划分基础的数据 例如社区住户比例 婚姻生育数据 以及中央速读局年度报告中毒品相关罪犯的种族占比等 这些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相关社群采取行动 以及推行更恰当的干预措施 尚穆根也指出 社群领袖和利益相关者在授寻时不便反应 公布囚徒的种族分类数据对社群和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